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顾客顺着这一点 于是在两年之前就启动悬赏计划 那些发现并提交了安卓系统Bug的人将会得到赏金 然而大概是人们觉得赏金太少了 谷歌当初看下3万至5万美元 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 日前谷歌提高了悬赏金额 并希望借此吸引更多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 参与到这项悬赏计划中来 若有人发现远程内核漏洞 那么他得到的赏金将从3万美元提高至15万美元 如果有人发现了TrustZoot和启动验证漏洞 那么他得到的赏金将从5万美元提高至20万美元 如果此后依然没有多少人积极提交Bug 那么这个选赏金额可能还会再涨 Bug 我发现了一个惊天大Bug 谷歌服务在中国地区根本无法使用 这肯定是你们的问题 快给我发选赏吧